各位委会人员,有请江部长 江委员好 部长你好,辛苦了 这个灾害防救法是89年就公布事情 到现在也将近十年 过去大家也没有非常重视这个法 但是因为这次莫拉克风灾 造成重创之后 大家特别对这个法案非常的重视 但是一个法案我总觉得还是要落实 你再怎么修还是要落实 法案没有落实 就像过去已经将近十年的 这个防灾救治法 因为没有落实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所以我想 当时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救灾的当时 为什么会好像让我们一般的灾民灾区 觉得说政府好像动作慢一点 而且一再要求当时的总统 我们总统 他发布这个紧急命令 但是总统一直不发布紧急命令 原因当然 我想部长应该了解 他为什么不发布 校园报告 我当时并没有在这个内政部 也没有在国安会 所以并不清楚 总统为什么没有发布 但是关键绝对不在于 总统有没有发布紧急命令 或者是召开国安会议 关键是在于我们前几天 受限一天后 国军到了现场 也仍然没有办法马上进行救援 我们通讯中断 没有办法知道 纳马夏小林村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 这些才是造成后来各方指责 非常非常严厉的部分 但是反推回来 有一个动作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在前一天晚上 中央政府已经对县跟乡 发出危险的通报 就红色的土石流通报 希望能够办理撤离 但是乡跟村这边 没有真的去执行 那个部长 我提这个问题 主要就是说 当时的一些灾气的灾民 包括地方的一些政府 真的讲起来不了解 我们有一个防治法 灾害防治法 他们只知道有一个紧急命令 只知道有一个紧急命令 灾害这么大 为什么总统不发布 造成了很大很大的 这些灾民对政府的一个疑问 尤其对总统的误解 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实际上当时总统讲了 因为这个紧急命令 尤其是这个重大灾害 已经涵盖在 灾防法里面 他就是做这样的解释 他的解释一下子就 就过去了 还没有更进一步的 跟一些灾民 跟地方来做一个解释 尤其是我们这个行政院 包括各部会 没有把这个总统的意识 这个彻底的转达 这个彻底的转达 开着这些灾民 包括政府就是不忠视我们 才不发布这个紧急命令 实际上 这个防治法里面 就定得很清楚 总统讲了 他讲了之后 我们翻一翻 确实是如此 但是老百姓不了解 所以这就是说明 跟解释的问题 造成了这么大的误解 到现在 老百姓还根根疑怀 尤其是灾民 我们受苦受难 人员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为什么不发布 现在都很大的一个疑问 所以我就刚才提到 一个法的落实的问题 就牵涉到 我刚才所提的灾民 跟这些地方 这些要了解的程度 一定要让他们 迅速了解 为什么不发布的原因 在哪里 这样才不会造成 老百姓对政府的一个 士气这样的信心 那么 这个灾害 这次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灾害 重建委员会 现在不晓得它的功能的存在如何 我是所以这样提 我们原住民里面有几席委员 大概四席到五席 当时是大部分是以乡长 以灾区的乡长当委员 实际上我们立法委员 好几个立法委员 我们也都想 其实我们对灾区 整个灾区的了解的程度 不像这个乡长 乡长只是极限于他们自己的乡 但是这一次 以前的委员会的成立 应该是以祖群的 以祖群为目的 但是最后呢 选出来的大概是有四个乡长 有一个是村长 但是在最近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 包括电视台 他们自己都发表意见 跟媒体发表意见 他们说我们的意见不受到重视 我们讲的没有用啊 中间委员根本都不重视 我们这些委员的意见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 我就觉得非常的严重 我们推派出去的委员 是原住民的委员 而且受伤的地区 大部分都在原住民 为什么不会重视他们的意见呢 他们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也去发表 这样的情形 不晓得部长了解不了解 向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行政院的 莫拉克台湾灾后重建委员会 最近大概是每隔两三个礼拜 左右会开一次 在他们开会的间断之中 是有工作小组的会议 那么重建委员会里面 确实是有我们的灾民代表 可能就是刚刚委员所讲的 以乡镇长为主 就乡长来担任这个代表 那我们的委员 在每一个案子上面 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如果说最后所做的才是 也许多数的意见已经获得满意 但少数的委员可能觉得 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也许就会觉得说 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听进去 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那部长我想 我们院长在组织会议的时候 都尽量的让所有的委员 能够充分的发表 部长他们不是就发表一次 在圆明台里面 看到两项事 我想他们 他们是重建委员 既然说他们所提的意见 完全不受到重视 他们当一个委员 一点 等于是一点价值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想希望江部长 江部长应该也是参加 对 我也是委员 所以顺便能够协助一下 这个原住民的一些委员 跟我们行政院 行政院长或是是主持的人 能够特别重视一下这些灾 少数他们的少数 四个到五个而已 当然他们绝对不是多数 实际上他们问题应该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中现在还有一位 五个里面还有一位 这次选乡长 他是要连任 他落选了 落选的情况之下 我想他也没有心 来来来来把这做好 像江部长 你是不是可以做调整 我想部长也能够 这一个建议 谢谢委员这一个建议 我会把这个情况 反映给我们重建委员会 因为重建委员会执行长 是蔡勋雄 蔡主委 副执行长是陈振川 陈副主委 所以很多属于这个行政安排的事情 我们还是向他们反映比较好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 希望我们部长能够带 能够协助这些 少数的原住民的 还是在那个重建委员会的委员 重视他们的意见 第二个 我们最近也 希望说能够早点把国土计划法 能够这个审查 是这样 国土计划法已经在 我们委员会也召开过公厅会了 召开过公厅会 但是因为国土计划法 到时候真正 造成影响比较大的 大概就是在 居住在上去的这些原住民 因为赵林 赵林这些 问题大部分都是 跟原住民有非常接生的关系 你要国土保安 你要国土计划 甚至于国土要富裕 跟原住民息息相关 那次的公厅会 我也是全程都听 听了我们学者专家 所提的意见 包括我们委员所提的意见 我都全程在那边听了 很多的学者专家 包括委员都提到 除了要国土计划之外 要富裕之外 也要想到 要想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的问题 甚至也提到配套的问题 不晓得现在 部长即使要把 把这个国土计划法 做一个审查 这个通过的情况之下 你们有没有在进行 做这样的研究 配套的问题 有没有在做这样的研究 有向委员报告 配套的问题 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不管是在提出这个法案之前 或提出之后 我们营建署都有在继续的 收集意见 跟做一些研究 那有些研究的结果 可能需要在修法的过程里面 再多改变一些条文 有一些是不需要改变条文 是用行政措施来做 两种都有 所以国土保安跟国土复议 实际上 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我想可能江部长这个地方 包括有关单位 都还没有抓住 今天早上 领务局局长就到我的办公室 他主动来 也是提到说 有委员冻结了这个赵林的奖励金 冻结赵林的奖励金 主要就是看到很多都在砍树 砍树 然后申请赵林赵林奖励金 这样的问题 这个状况 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 赵林的问题 我是从小生长在山上 我非常的了解 你跟赵林 你给他们所有钱赵 就到现在 赵林二三十一年 分文都得不到 一点照顾都没有 一点回馈都没有 这个是相当的不合理 所以配套的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希望我们部长这个地方 应该配套的问题 关系的问题 要先离这个计划法的审查 之前应该先把它做好 我会重视这个问题 很感谢委员提醒 我会再跟农委会 做进一步的协调 谢谢委员 接下来请耐清德委员